抓不住或是开摄影工作室 如何选择摄影灯 主要是帮助大家逼坑 哈喽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曹富贵 欢迎关注普遗下数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些摄影灯方面的选购知识 摄影灯的选择呢 我推荐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就是这些 第一个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LED摄影灯 LED是一种固态的半导体器件 它可以直接的把电转化为光 它既具有敌灯的高亮度 又具有乌丝灯的经济性 而且体积小 能耗也低 并且LED的故障率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 LED数量越多 亮度呢 自然也就会越亮 当然它价格就会更高 第二个就是显色指数 主要有两个标准 CRI和TLCI CRI主要是指物体用该光源照明 和用标准光源照明时 其颜色符合程度的亮度 也就是颜色逼真的程度 这个标准光源的显色指数为100 显色指数用RA表示 RA数值的越大 光源的显色性呢 也就会越好 TLC呢是欧洲广播联盟推荐的一个标准 用于评估电视电影灯光色彩表现的质量 用0到100的数值来表现光源在电视照明环境中的色彩还原的表现程度 数值越高呢 则还原程度也就越高 其显色的效果呢 也就越好 第三个呢就是LED灯功率的大小 当然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去选择大功率的ALED视影灯 比如我用的这款Zoner的影视平板灯 140瓦的价格是2999元 250瓦的价格是4999元 大家也可以看到哈 这个瓦数越高 它的价格就会成倍的去增长 这就是感觉哈 特别的离谱 但也没办法 这就是现状 第四个就是 是否去支持色闻的调节 可调节色闻的摄影灯 能够快速的匹配不同场景的变换 对我们拍摄来说 真的是可以提升效率的 我目前使用的是蓝光的FORR60 现在是给我照明的这款 它就是不支持色闻调节的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摄纸来调节 就感觉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第五个就是散热声音的大响 散热太差的事情灯了 它的灯体容易过烫 操作呢不是很方便 也有种比较容易烫手嘛 也会导致色类的温度 慢慢的去升高 比如以前常用的慕斯灯 它的温度就相对来说比较高 当然现在大家基本上 就是用的这个LED灯了 基本上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去 羡慕好莱坞的这个片场使用的敌灯 第一个就是因为普通人 基本上没有使用这个敌灯的场景需求 第二个就是因为敌灯 它有变压器 所以说经常会有这个平散的出现 拍摄深刻的镜头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要用到慕斯灯 就比较尴尬 第六个就是说 是否去支持多种的供电方式 一般的供电方式呢 是有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大家最为常见的嘛 直接接电源线 第二种呢就是说 这个外挂电池 比如说外挂这个VCO电池嘛 支持多种供电方式的这个摄影灯呢 可以尽可能多的应用在不同的使用场景 对于摄影师来说 真的会比较友好 第七个呢就是 是否去支持遥控器 或者是APP的控制 我们以前用的这款Zoner的影视平板灯 它有两种的控制方案 它其实都是支持的 爱图室和蓝光 它其实也是有自家的APP的 这里提一点就是说 蓝光是需要另外加钱购买控制盒 我感觉比较坑 爱图室的APP呢 整合了很多摄影师 或者是行业所需要的小工具 我感觉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 相对比较友好 满足以上这些条件的 这个AOLED摄影灯呢 我目前家里面就一款 那就是Zoner Tonyman 30S 双色纹摄影灯 这里大家放心哈 不是恰饭 我是真的感觉 我目前用的这款摄影灯很不错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真实的使用体验 我们先从外观上面来看 它外壳呢 全部是用铝来制成的 摄影灯的整体工业设计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质感的 四个脚上都有保护性的这个防撞脚 所有的按钮和开关呢 都有这个很坚实的按压感 按上去 感觉还是比较有点质感的 Zoner的摄影灯的背面 还放着两个提手 就是我们在户外拍摄的时候呢 就可以方便我们提着走 当然除了外观 它的性能呢也是非常的出色 显摄指数 CRI RA 大于等1917 TLCI 大于等1918 光谱相似指数 SSI 高达90 这款AOED双色温色影灯的额定功率呢 它只有120瓦 不过它的这个发光单元面积比较大 我不能够说它特别的强嘛 不过对于史类这种小场景拍摄来说 是真的完全足够的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发光单元 它的散热性能如何呢 在我很长时间的一个使用当中 它的风扇噪音说句老实话 我认为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相反 就是我目前用的这个蓝光拓展60 它的声音呢 其实相对来说会更明显 当然就是LONER的这个影视平板灯 它还是有一个这个低噪音风扇的模式 我们可以在其中选择 我们要使用的设置 高中低还有自动 我发现我大多时间当中 其实都是把它设置成一个自动的状态 当然这款视频灯 它还支持这个VCO电池供电 我前面也说了嘛 方便我们在户外拍摄视频的时候使用 不过户外拍摄的时候 需要注意 它重量呢差不多有足足10斤 真的不算是轻量级的 但是考虑到它的这个构建的质量和功能呢 我认为这个重量呢是相当合理的 而且类似了很多的动态光效 支持不同场景的应用 其实我个人啊 认为最为方便的一定就是 它支持两种控制模式 分别是有线的控制器 还有这个手机的APP 当然我自己经常使用的就是 有线的控制器嘛 我觉得直接来的比较方便 总结一下 大家看完以上内容哈 差不多就可以自己选购一款满意的LED摄影灯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 其实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视频呢 可以给了大家一些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